VBA的話就是這個功能按下去 它可以把年,這個是我們後來加的嘛 然後區跟路接到 這三個欄位的資料清除掉 然後再讓它恢復 那我們有幾種做法 要不就錄製去期 可是錄製去期可能要跑三次 一次向下填滿 兩次向下,三次向下填滿 然後清除也是一樣 要清三次 Ctrl就會向下 那如果說我假設不錄製的話 我要直接寫成VBA 那該怎麼做 那一樣,我們步驟 我是建議啦,你都有一個標準化 反正以後如果說你想到要寫VBA 第一步一定要記得開發人員 開發人員還記得吧 上面箭頭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這邊有開發人員 打勾按確定 這邊就有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 點擊VBA 然後怎麼樣呢 再按下右鍵 插入模組 OK,那你這邊就會多一個模組 那我先把這個重新再來過 我這邊等於是 假設了 我把它變成跟各位都一樣 都沒有東西 都沒有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在這邊 大家記得 我習慣上是把它縮小 然後移到這邊來 因為這樣看比較清楚 可以一邊看一邊寫 然後按滑鼠右鍵 插入模組 所以喔 以後你們記得標準化流程 1.開發人員 2.VIO BASIC 3.右鍵插入模組 所以記得啦 這個固定應該就不用開了 1.VIO BASIC 2.插入模組 這個固定喔 以後反正把它簡化一下 也就是說呢 以後所有的VBA 都 請你寫在模組裡面 你這樣應該很清楚吧 我發現同學 第一步就不知道該從哪邊開始 那當然你就不會去寫了 OK 插入模組之後我們來寫 那寫的方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我要先寫一個SUB 所以就打一個SUB 空一格 名稱叫什麼 也許我取名叫什麼 輸入資料好了 輸入資料的公式 然後Enter 意思就是我要輸入三個資料 哪三個資料就是 年 跟 區 還有入街道好了 OK 假設輸入這三個資料 那第一個資料的話就是哪一欄 年這一欄 所以怎麼輸入資料還記得吧 Sales 刮虎哪一列 不過 因為我需要跑一個回圈啦 所以 理論上 我們會先跑 4i 等於第幾列 第2列 到第幾列 當然以前我們都寫固定啦 Ctrl向下 這邊有個 3391 可是3391我講過 如果你3391 如果假設 一直都固定這個數字 如果資料變動的話 那你就 完蛋了 你要重改寫 所以我講過 追蹤 上個禮拜才講過 Range A1 從A1 意思是說 我從A1追蹤 追蹤的話 Ctrl向下 Ctrl向下 在VBA叫 AND AND 刮虎 Excel DOWN 你刮虎這邊可以選 用選的 然後呢 追蹤之後呢 幫我取回來他的列 列的話就是RAW 有沒有 這個東西 指的就是這個數字 3391 幫我拉過來 OK 那我就取得什麼 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那這個的話就追蹤 也就第2列 到現在最下面列是3391 然後呢 我要做什麼呢 你幫我 把公式輸入進去 那輸入的話呢 就是輸入到 哪一個儲存格 那所以呢 我們是從 這個儲存格開始 這個的話是Sales 第幾列 第i列 因為他從2 一直到最下面 鬥點 哪一欄 D欄 D欄 所以就輸入D欄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公式 那理論上公式就貼到雙引號裡面 給這個跟之前一樣 那一樣呢 除了D欄之外 我們還有哪一欄 F欄 跟G欄 所以其實有時候可以偷欄一下 可以拿這個有沒有 複製一下 這邊呢一樣 把它再複製一個 然後改成什麼 改成F 改成G 然後再 這樣就 有一個 兩個三個 你想說老師那之前不是寫一個嗎 那你為什麼寫三個 跟各位講喔 你可以同時處理三個欄位 甚至更多欄位 就是這樣寫 也就是以後你要處理幾欄 你就寫在這裡就OK了 OK 那這個都清除了 所以其實喔 這三個如果都丟空的那就清除 所以 這個範圍的公式喔 這個程式可以複製 可以把它貼到底下 那 Sup 後面呢把它改掉 這個要清除 所以喔其實 或者你將來可以先寫清除 再去寫上面也可以啦 反正我的習慣是 先寫完這個 然後這邊清除就有了 OK 所以你現在如果執行這個清除喔 這邊都會被清掉 不過我不建議你執行啦 因為 如果你執行的話 我們待會還需要複製的公式 貼到這邊來嘛 還記得吧 所以喔 接下來就把這個公式 複製 取消 再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雙項號裡面 那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 地方需要改 哪個地方 這個地方 你如果現在執行的話 變成輸出喔 全部都是 C2 所以這個2要變成I嘛 因為它是一個文字 不能直接放I 所以上個禮拜跟各位講過 你要切開 串接 把I放進去 阿有個口訣 還記得吧 先選2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那加一個I就可以 意思是把I這個變數 串在 這個字串的中間 然後呢 把m的前後 空格一下 這樣就OK 所以 這個黏就OK了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f欄 也比較簡單 f的話就貼到這裡 那一樣會有個2 H2 這個2 其實也是I 所以怎麼辦 把這個最簡單的方法 雙項號到雙項號 複製 把這個2 蓋過去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來這個 最難的是這個 這一串太長了 複製 取消 貼到這裡來 可是我講過 貼到這裡來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雙項號 那一個一個改 我其實蠻容易改錯的 所以我的 還有另外一招 就是說 要一個雙項號變兩個雙項號 所以我乾脆 習慣上 想了另外一招 乾脆在附屬應用程式裡面 叫出那個記事本 把剛剛那個公式 先貼到記事本 然後用一個方法 絕對不會發生錯誤的 就是 把它用取代的 所以這邊這一串 編輯 取代 一個雙項號 幫我變成兩個雙項號 前面有上個月有講過這個規則 就是說 因為如果你沒有變兩個雙項號 它不知道說原來這個是Excel裡面的公式 它會誤以為 因為 VBA裡面已經用的雙項號是 文字的開頭結尾 所以用這個方法做區隔 OK 所以全部取代 那記得喔 有沒有 那就等同是我們之前做的 一個慢慢改 但是因為這個公式太長了 所以 很容易就會Lost掉 那我怎麼辦 用這個方法絕對不會錯 全部取代按一下 好 那你可以看到 一個就變兩個了 這個時候呢 你再把它編輯全選 然後再把它複製 貼到我們VideoBasic的這個公式裡面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順便把i也改 對 i 對 那i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順便改一下 因為i剛好是在哪裡 我把它折行一下 因為這邊 他有沒有折行 格式好像有個自動換行 對 看不到那個 後面的 公式 這個也蠻長的 那i的話就是h2啦 有沒有 h2 h2變成hi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怎麼改 把這個h2 把它Ctrl C Ctrl H Ctrl H就取代 然後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改成 H 這個應該是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呢 把and 前後 加上空白 意思是把這個 幫我全部改成這個 因為這邊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 七 八 九個 天啊 可是用取代好處就是說 比較不會錯 我們全部取代看看 或者取代一個嗎 這個取代一個 我們這邊就OK了 這邊再一個 這邊再一個 再一個 再一個 三個 三個 四個 五個了 沒有了 找不到了 那這樣的話呢 再把這個公式 複製之後 貼到我們的Visual Base這裡的話 基本上就 大功告成 而且理論上應該是不太會 容易發生錯誤啦 OK了 好 恭喜 理論上 應該完成了 但是我不敢保證 因為說真的 剛剛的公式太攏長了 不過我其實沒有做太多動作 我其實只有 1 把這個公式複製 貼到記事本 有沒有貼到記事本 2 編輯取代 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雙引號 有沒有 一個雙引號 變成兩個雙引號 然後第二步的話就是把H2改成H 的這個 後面改成那個什麼 雙引號到雙引號 再把這個公式貼到 我們的Visual Basic裡面 OK 這樣應該理論上完成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如果OK的話 試一下就知道了 把它移到這邊來好了 我們直接讓你看到 清除 有沒有OK 清掉囉 裡面這邊沒有了 再來就是把它執行 有沒有 看到了 基本上好像應該沒問題了 而且其實瞬間就完成了 清除 然後再把它執行 最後的話當然我們可以 直接在這邊再插入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是 輸入那個什麼 輸入資料 公式 這個前面都做過按鈕了 所以我就做快 可能會快一點 然後再插入另外一個 一樣就是插入 按鈕之後的話拉一下 然後找到你要的那個聚集名稱 就是SUB 然後把它 直接 加上去之後 把那個按鈕兩個字 把那個名稱 複製之後 放在這裡 然後你可以按一下 它就清掉了 有沒有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再把公式輸入 然後它跑一下下 就完成了 看起來應該沒有問題 那請各位 試試看 這個可能 會複雜一點點 我把動作在重點 1 就是直接插入模組 2的話呢 就是一個SUB 裡面的話呢 可能會需要 在注意的地方就是這個 OK 那我把這一段公式 Ctrl C 好像我之前寫的有點不太一樣 我把它更新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一段 OK 所以你們可以查一下 這一段 在雲端上面的第13頁的地方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